我接下来再建立一个专案 这时候我们要做画板 那我一样用Windows Phone的程式 那这个画板呢 不用太大 没有关系 那一样我进去 直接开始编辑 那我先把这个程式存一下 就叫Penbo画板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式的内容打开 检视程式嘛 那不要在Fone上面点两下 因为这样它会多出一个 就是Fone Load的函数 我不希望有那个函数 好接下来我们做的动作大致上是差不多 我需要重写它的Paint 重写它的Paint 那 所以我点两下 那再来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有画笔 因为我们一样要做画板 所以我应该还是需要Graphis 好我还是会需要Paint 好那Brush那个是要写字才用的 这时候我就不需要 那G一样等于List.Create Graphics OK 那Paint一样就是 New Paint 好 Color 好那宽度我一样用3点 好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还不急着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说 因为我希望说 我再试一试 这个Color 的Color 打错了 因为要Dash Color.Black 这Black也是Dash 好OK 那这时候当然还不能画你 你怎么画都没用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去 去 侦测那个滑鼠按下的事件 那滑鼠按下呢 是 在这个缝上面 他有一个 Mouse Click 但是我不是要Click 因为我们滑鼠呢 Click是指点一下 很快的点一下 Double Click 是很快的点两下 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 我按下去之后开始画 我提上来之后就停止画 所以我应该用的是 Mouse Down 还有Mouse Up 还有Mouse Move 这几个 所以我把这几个 给点起来 那这边 好 Mouse Down 已经点了 Mouse Up 点一下 Mouse Move 好 Mouse Move Mouse Move 点一下 ok 好 这样子 我的 啊 几个需要用到的凡数就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希望说让它画 可是画的时候你要想一下 我Mustdown的时候我要做什么 记录开始点 那Up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记录了 停止记录 那Move的时候呢 记录移动到哪里的那个点 而且要把它记起来 那我要记就不止一个点 我要记很多点 我要记很多点 各位还印象中 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教过 C-Shop的资料结构那部分 我们有交array list 然后我们还有交dictionary OK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只要用到array list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这边呢 我用繁形的list OK 去记什么 记点 点 这个东西 那我另外还记了一个就是 滑鼠是不是被按下 这样子如果它没有被按下的时候 虽然有滑鼠移动 我们就不用记 那如果滑鼠按下之后 它移动才要记 那所以这时候我会加入这两个东西 那这边我也干脆都把它复制过来 因为我写注解 好 所以这一块应该这样 OK 好那这些点不对 因为我宣告在这里其实是不对的 我刚好弄错了 为什么呢 我应该宣告在这里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物件的任何函数都可以存取的 这是物件的变数区 那如果你宣告在这里面就变成只有这个函数可以存取 其他的不能存取 所以我应该宣告在这里 好 那当我按下mouse down的时候 我应该记录第一个点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应该在point这里 我加入 加入什么 加入那个点 但是1 你注意看到 这个1呢 是这个mouse event ops 就是滑鼠事件的参数 那这个滑鼠事件参数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有 s和y 也就是它的s轴 y轴 好 那我们把这个s和y 加进来 但是问题是 我现在point points是一个point的list 所以我只能就够加入point的物件 我不能加入sy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 加入newpoint 然后呢 这样它会根据sy来建立一个点 我加入这个点就ok了 那为了让它知道说 现在滑鼠已经按下了 所以我现在应该把这个 设计是mouse done呢 设成true ok 这只是一个记录 记录说滑鼠已经按下了 那这个记录有什么用呢 就是当我在滑鼠移动的时候 我就可以根据这一个滑鼠是不是按下 来判断说 它到底应不应该画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边呢 建立出来 这些基本的元素 然后呢 当它滑鼠按下的时候呢 我就按下 这里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我刚刚是 1.s 1.y 然后去建立那个point 其实它里面就有一个叫 1.location的东西 那所以这样会更快 那我这边稍微用注解起来 1.location 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连点都不用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处理 当我移动的时候 我应该再加入新的点 ok 所以我在移动的时候 我应该加入新的点 一样 1.location 那当起来之后呢 我应该把 is mouse down 设成false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再画 那这里有个问题 我加入新的点 如果现在是滑鼠起来的状态 我应该再加入新的点 不应该 否则的话 它会一直画 它不管你滑鼠起来 还是不起来 它都会画 所以我这边呢 应该是一幅一幅 mouse down 的时候 我才要加入那个新的点 好 ok 那最后呢 就是我这样子做就够了吗 其实不够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画 好 我们先试一次 我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根本就不会画 为什么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画的动作啊 那 重点来了 我必须要在这个paint里面 去把整个所有points画出来 好 所以呢 我就用for each就好了 for each point p in points 这points就刚刚那个点阵列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要去画 可是 我要画的时候 我应该是从 这样画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次起到一个点 那我必须要有上一个点 所以我还是用标准的for回圈 反而会比较好用一点 用for each反而不好用 i等于零 i小于poin 尺点 lens paint不是点lens 它是用count 我看一下 对应该是用count count 好 那 我现在要去画 所以我要用这个g 的 里面 刚刚我们有用过 draw line draw line draw line 这个东西 我从 这一点画到下一个点 这样才会一个 一条线 OK 那所以呢 我从这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目前的pointi OK 那我画到下一个点 请注意 我的参数不对了 第一个参数是paint 第二个才是point OK 所以呢 我应该第一个参数给paint 这样子才对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变成i加1 但一旦你用i加1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 我这边会超过 对不对 如果我这边是i加1 那这边已经到了count的地方 就会超过了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小于count-1 这样会好一点 好 我建置一下 那这个程式还没完成 我们稍微先执行看看 OK 没有反应 所以势必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看一看 好 这边的draw line OK 我们再看一下 好 mouse up 它是 我之前加这个应该不是影响这个的因素 mouse down 哦不对 这个函数是 哦 我之前是写在这里 写在 直接写在mouse move的地方 就直接画 这个有个好处 也会有个缺点 那我们先试着用这种方式 试试看 好 那 我把这一段 from1.pand 稍等 mouse move is mouse down OK 好 那我们先用刚刚的方式 不过我先把这一个程式记起来 待会再从这边开始写 我们先用这一种方式来写一下 好 所以呢 我这一个form 1.pand 我先不要它 我把它注解掉 好 那我是采用边走边画的方式 所以我是在mouse down的地方 做draw line 好 point.count-2 就是倒数第二个 减1就是倒数第一个 好 OK 那这个时候 稍等 应该是这先加入之后再 再画 对 先加入之后再画 比较 对 好 让我们建置一下 好 这时候它说 我的phone.pand 不是不在 好 那 我把它注解掉 好 那这时候可以画 好 可以画 刚刚不能画的原因 我也还不清楚 我待会找到再跟各位说 那这时候画你会发现说 它有点 不是很密 但是如果你把 你把这个东西给条 大一点 那它的线呢 会变粗一点 OK 好 那如果设定一下笔刷的话 其实它会 有时候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暂时我们不设笔刷 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个最 最 大概是最阳春版的 那待会我们会再去稍微改进一下这个程式 那我把没有用到的地方先 丢到后面去 OK 好 所以目前的程式大概只要这样子就够了 那 各位呢 先试试看 就是说用我们文章里面的这个方法先去画 但是这个方法会有一点缺陷 我们稍微做一下 各位知道 OK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你看 我把它缩小在放大的时候 那个不见了 有没有 OK 那我如果这样呢 它不见了 所以 这个东西它是 没有办法保留住的 好 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边 一边加一边画 那 如果那个视窗重新更新了 它没有再画一次 所以这样会不见 那但是 目前我们先做 这样一个 稍微有瑕疵的版本 让各位试试看 好 那各位试试看 大家瞳瞳 就这样的 怎么办 不见了 没问题 对